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 第二十届国家文艺奖 今天在淡水云门剧场举行颁奖典礼 以春风作伴 窗外有绿意为背景伴桌 同时邀请金之眼是表演办先开场 让道场观里的总统蔡英文相当惊喜 蔡英文说 国家文艺奖得奖者的艺术成就 不仅为台湾的艺术文化开创新局 也奠定丰厚的基础 让台湾世代得以在这片沃土上继续耕语音 为表达对得奖者的推崇 蔡英文一一细数七位得奖者的名字与艺术特质 包括诗人李奎贤 艺术家撒古刘巴瓦瓦龙 作曲家金西文 编舞家姚淑芬 剧作家陈胜国 建筑师黄生远 电影音乐创作者林强等 同时也向每位得奖者至上额外的赠礼 是国宝七亿家王青霜的美颜七亿作品 蔡英文总统还很高兴的特别指出 带着全家大小这传统服饰运会的撒古刘巴瓦瓦龙 是屏东台湾族很高兴有同乡得奖 第二十届国家文艺奖颁奖典礼 总统蔡英文道场观礼 记者潘少唐社 第二十届国家文艺奖颁奖典礼 做起黄生院 姚淑芬 撒古刘 巴瓦瓦龙 总统蔡英文 李奎贤 金西文 陈胜国 林强 记者潘少唐社 李奎贤